我們之所以在六道輪迴中間 輪來輪去走來走去都跑不掉 就是因為這個貪嗔痴 抖數盤就好像是一個功課表一樣 我要是怎麼去解決我的貪嗔痴 我就可以慢慢慢慢越來越好 那貪嗔痴到底是什麼 它剛好對應抖數盤上面的三顆星 好 大家好 有一部好看的片好看的電影 叫周楚楚三漢 去年上映的時候票榜很差 但是現在在Netflix裡面大通 而且這個電影在大陸 直接上豆瓣的糖棒 很多人都很喜歡 也很多人在討論這部電影 但這部電影在台灣賣的不好 很多人講了很多原因 比如說這個類型大家不喜歡 然後不知道在講什麼等等 但是我覺得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因為 它是一部討論人真正內心的電影 可是這樣的類型呢 在台灣的市場來講呢 台灣市場相對來說是一個不願意去 去面對自己內心黑暗面的一群人 台灣都是這樣 可能華人都是這樣子 中國人都是這樣子 不太願意認識自己的內心黑暗面 但事實上周楚楚三漢呢 他談的就是這樣的概念 他開通明義就告訴你說啊 他在談的呢 是佛教講的貪嗔癡 佛教在說我們的三毒 人的三毒就是貪嗔癡 我們之所以在六道輪迴中間 輪來輪去走來走去都跑不掉 就是因為這個貪嗔癡 這個三毒 這個是我們整個人啊 之所以還在六道中需要修行 需要輪迴的主要的原因 然後呢接下來佛法就跟你講說 那我們要怎麼去解決這個貪嗔癡 然後怎麼去擺脫這個問題 以我們自己在討論的斗數啊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跟大家講說啊 指揮斗數呢 他一定是佛教的產品 而不會是道教的產品 因為他通篇 所有東西都在談佛教的東西 斗數盤就好像是一個 功課表一樣 我要去怎麼去解決我的貪嗔癡 我就可以慢慢慢慢越來越好 慢慢慢慢我就會擺脫 我就不用再來六道輪迴了 他整體的斗數盤都是這樣的概念 所以他告訴我們說 我要注意什麼 我的內心空缺是什麼 我為什麼無謂去追求一些 我不該追求的事情 然後造成我人生很大的動盪 造成我人生很多的痛苦 那我如果可以改善這些東西 我是不是人生越來越好 整個斗數盤都在講這個事情 所以在前一支在講前世的那一支 想不到那個大家真的是身手好評 我跟大家講過一個觀念嘛 就是啊 我們在看命盤的時候 我們在原廠本命盤叫做天生的 老天給你的這個東西 但是呢 斗數盤上面的會有所謂的運線盤 也就是你這十年 你該面對的功課是什麼 也有流年盤 這一年環境給了你的功課是什麼 或者這一年 你自己對你自己的要求是什麼 會有這個所謂的運線盤 話說來運線盤很重要 我跟很多老師都不知道 不知道就算了 還要批評那個90%的老師 都不如他這樣子 你們應該都知道我在說誰嗎 就是那個姓名學就告訴你說 他只有斗數很生疏的那個生疏老師 我當然不懂他到底憑什麼有資格 他那麼淺薄薄到 連我初級班學生都不如的程度 有資格敢拍片說 90%的老師不如他 在前一支影片我跟大家說過了 那是因為啊 我們用當勢來看我們的這張本命盤 可是如果說輪迴這個事情存在 那我們的本命盤 其實就是我們的 另一個更大的大限 你想像一下 我們現在 斗數盤上講的大限是十年嘛 流年是一年嘛 或小限是一年嘛 流月是一個月嘛 可是我一輩子是一張盤 可是我們有十個輩子 那是不是就有十個 一生的暈現在那邊 對不對 所以呢 你從這個角度來看 那你就會知道說啊 整張盤上面會有一些 我們本來從前世帶過來 我們就需要去解決的問題 我講到這麼多 大家一定會很好奇說 那貪稱吃到底是什麼 他也沒寫在命盤上面啊 有 對啊 命盤上哪個字跟這個一樣 貪囊的貪啊 對不對 貪稱吃啊 在佛教裡面啊 講的是什麼呢 貪當是慾望 然後呢 吃呢 稱呢 吃是一個人在痴迷的狀態之下 他會有一個 自己絕對要去做的事情 我不管怎麼樣 我就要去做這些事情 我不管如何 我都要去做 所以叫做吃 那稱什麼呢 稱指的是瘋狂的意思 瘋癲瘋狂的意思 或者是說 他指的是那種 那種 我可以不顧一切 那個叫做吃 他剛好對應 斗數盤上面的三顆星 貪狼 破群 跟騎煞 貪狼的慾望 跟破群的這種瘋狂 跟夢想 跟不顧一切 以及騎煞的 對應的這個吃 我可以為了我要做的事情 一直堅持下去 那咒鼠傷害裡面呢 他就利用了 男主角 貴琳 陳貴琳 男主角 以及 香港仔 以及 一個邪教教主 剛好相對應了什麼呢 有慾望的 當然是邪教教主 陳怡文 他為了慾望 可以去做很多的事情 可以去改變他的身份 等等 很恰巧的 我們也說 太陽星是宗教星 然後在電影裡面 這個陳怡文 他就利用這個宗教 去迷惑人心 我真心建議 大家去看這部電影 然後你就可以知道 或者是 你可能正陷入在 邪教裡面 你自己不知道的 你可以去看看電影裡面 你是不是幹了 跟那個邪教徒一樣的事情 大家趕快醒過來吧 我前兩天才 剛知道 我幾個學生 從邪教組織裡面 看了我影片之後 然後轉來跟我上課 因為 我上課不斷在講邏輯 他用那個邏輯去想 他們教主跟他講 突然覺得教主講得有點怪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從 用邏輯思考去想想看 你的教局跟你講的合不合理 那相當仔 在電影裡面 就是帶著幾個小兄弟的 那種黑道大哥 然後行為很瘋狂 什麼事情都很瘋狂 你就會知道說 這個邪教教主本來是黑道 這個 香港仔也是黑道 但是 邪教教主 他為了錢 為了很多的慾望 為了很多的事情 他可以隱性埋名 他可以不再殺人放火 他可以建造組織 他可以做很多很多的 讓他可以更輕鬆的 取得他所要的事情 可是呢 同樣黑道分子 這個香港在 他卻沒有辦法這個樣子 他做任何事情 他不去考慮說 這會影響到他的生活 會不會影響到他的組織 會不會因為這樣子 然後呢 他命都沒有了 他可以單純的就是 我要幹嘛就幹嘛 我要怎麼樣就怎麼樣 所以戲裡面呢 他可以用情緒勒索 綁住他身邊的女人 其實在電影裡面 他就有影射了貪生痴 對應這三個要教 那這個陳桂林呢 當然就是啊 他也是黑道 但他從頭到尾呢 不求名不求利 勉強可以算是求名啦 可是那個名是在一個 他求一個要能夠滿足他自己內心 對他自己人生的一個期望 那所以呢 他可以不計一切的呢 那個 他覺得 他要做出一些 他覺得正確的事情 然後連命都不要去做這些事情 就好像我們在看七殺星一樣 當他決定要做什麼時候呢 他可以不顧一切的呢 就一路往前走 這部電影講的 當然就是貪生痴這三毒呢 我們透過電影 他把它放大了 讓我們看得到說 當你有這樣子的習性的時候 其實你會去做傷害自己 或者傷害別人的事情 可是實際上呢 也沒有辦法把自己人生過得更好 即使是最後那個邪教教諸 他實際上呢 他人生並沒有過得很好 拿那麼多錢 可是他要喝美酒 他要吃好的東西 他也要躲在他自己的地窖裡面 他就不能讓人家知道 在命盤上面呢 我們一直跟大家這樣說啊 就有看我的書人就知道說 七殺破君貪狼會 代表我們原始的情緒 從慾望開始 有了慾望 你就會有一個夢想 有了夢想 你要堅持著去死心 然後死心的時候 你就會有更多的慾望 七殺破君貪狼會剛好順時鐘走 先七殺 然後破君 然後貪狼 可是實際上呢 在命盤的結構裡面呢 事情往前順時鐘 順時鐘就是順著走 事情往前順時鐘走 可是你要從根源去看的時候 你要從逆時鐘去看 所以呢 他從慾望開始 慾望貪狼 才會有夢想 不顧其的追求 那是破君 然後你要堅持是七殺 可是在命盤上面呢 為什麼說 這是老天告訴我們自己人生的功課 這三顆星都在我們的 每一個人的每一張盤上面 引導著跟推拉著 我們的人生往前走 那個是我們內心裡面呢 沒有辦法擺脫掉的那種情緒也好 或說那種對人生跟對行為準則的 這種推動也好 所以他就是對應著 佛經上所說的談成詞 但是說實在的 如果沒有這些 這些慾望這些動力 那我們的人生呢 也不可能可以 人類我們也不會進步 我們一定要有慾望啊 他發明各種東西啊 對不對 那一定要有一些瘋子啊 他去做出各種突破 對不對 不然科技我們也不會進步 那同樣的 在我們人生中間呢 你如果沒有慾望 你沒有夢想 你沒有堅持 你的人生 那不就是一台爛力嗎 你也不會想要去改變你自己 你也不會想要 讓自己人生變得更好 甚至不會希望你下輩子可以更好 所以我覺得那部片子裡面呢 其實他在講的 他當然他是把不好的一面 呈現出來給我們看 可是他應該也是希望讓我們可以審思 其實他有好的一面 譬如說以陳桂林來講 周楚出傷害 那個我們都知道這個故事 可是沒有錯 他最後的那一害是周楚 可是他還是除掉另外兩個害 對不對 那如果今天陳桂林 他把他的這樣子的堅持 用在相對符合社會道德的地方 那他一定是英雄跟好人嘛 那當然有很多朋友就知道說 這部電影的他其實有原型人物 就是台灣曾經的一個十大強襲要犯 叫劉煥榮 那是很特殊的一個過程 他看到有收災戶缺籤 結果他去搶賭場 把搶了賭場錢給那個收災戶 他基本上就是現代羅賓漢 如果他把他用在對的地方 那他就會是一個很好的人對不對 甚至於說如果今天我們是在戰國時代 那這個人可能就是英雄豪杰 同樣的那個邪教的教主 他都有能力煽動人心到讓他的教徒為他殺人 如果他把他用在好的地方 那是不是他就真的可以教化人心 真的可以幫助很多人 甚至他能夠拿到錢也不見得少喔 對不對 那同樣的那個香港災 如果他把他的那一種瘡狂能夠有所控制 他可能也可以做出一番事業 這是為什麼我們常說的 在抖數盤上面破均要劃圈 因為你要把那個夢想要能夠穩定跟控制住 所以貪生痴當是我們在這輩子裡面擺脫不掉的 就好像每一個人在子業命盤上面 你不可能拔掉七大破均跟貪囊 但是我們有沒有辦法把這個動能也好 或者這個個性也好用在對的地方 那我們的人生就會越來越好了 我想這個也就是抖數盤上面 希望七大破均貪囊 以後大家千萬不要再說 這個就是不好的心耀 或者動盪的心耀 而是你有沒有把他用在對的地方 那對你的人生就會有幫助 我相信佛法上面在跟我們談的貪生痴也是這樣子 他跟你說的 你這是你這輩子要面對的功課 那就是希望說我們可以把他用在對的方向 而不是只是一直不願意去面對他 或是一直去咒罵他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反對有些老師 他們會把七大破均貪囊講得很糟糕 因為那就是因為你不願意去面對你自己 內心的黑暗面 你才會去把他談的那麼糟糕 如果你願意去面對你自己的內心的黑暗面 那個你沒有辦法擺脫的情緒 那我們就可以順利的把情緒 轉移到對的地方 我們的人生就會越來越好了 還沒有看《走主殘害》的朋友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已經一刷的也可以二刷 那是一部相當相當具有生意的電影 順便利用這電影來告訴大家 很多人所不知道的其實 抖頭術上面的七大破均貪囊 剛好對應的佛教上面的坦承吃 希望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掌握好我們的坦承吃 讓我們的人生越來越好 很好